嗨,大家好呀 今天来做一道简单又健康的西兰花木耳番茄炒鸡蛋 这是一道家常菜,食材都非常常见 那么话不多说,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在锅中加入食用盐 再放入西兰花和木耳焯水 水开后焯水一分钟左右 就可以把西兰花捞出来了 打两个鸡蛋,搅拌均匀,放在一旁备用 西红柿洗干净,切块去底,放在一旁备用 起锅加油 油热后倒入鸡蛋 将鸡蛋煎熟后捞出备用 锅中留底油,加入西红柿炒出汤汁 倒入炒好的鸡蛋碎和超过水的西兰花木耳 再加入适量盐巴,生抽,胡椒粉,蚝油调味 将所有食材和调料巴拉巴拉搅拌均匀 灯灯,番茄木耳西兰花炒鸡蛋就做完了 非常简单的食材,随便一炒就特别的香 好了,我们现在来试试吧 我太爱吃这个西兰花了,又清香又软嫩 这道菜特别适合减脂漆的小朋友吃哦 如果你也带减脂漆的话,就赶紧去试试吧 好了,现在我要开始享用我的美食啦 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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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